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我就是曾经去超度过一条纽 有一个婆婆 那时候我三十几岁了 她家的儿子都发疯 后来这个婆婆 我的亲戚就说 师父你要帮助这个婆婆度过难关 这个婆婆以前会出血 大量出血 来了气色不好 我看她六十多 那时候在一间佛堂 我说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 她说啊 我老公呢 虐待这头牛 这头牛呢 就是去田里工作 我老公呢就是比较残人 有时候这个牛车已经满满的 这个牛太老了 拖不动了 已经跪在地上硬拖了 那就是活活的用皮鞭啊 满棒啊 打死啊 打死以后了这条牛就不放人了 那后来她家常常听到牛声 可是抬起头来 什么东都没有 从此以后呢 两个儿子呢 发神经病 神经啊 所以我呢 就跟她加持 我说婆婆就好 不过你要跟着我发愿 说呀 初一时五要吃素 早上吃个早素 知道吗 要念念观世音菩萨 她说 我又不认识字 我说不认识字 你会不会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她说 哦 这个我会啦 念 但是这个我会 我说 你现在眼睛闭起来 我帮你加持 帮你加持 那就把眼睛闭起来 我说对 把心放下来 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 念念念 我就跟她加持 她那个胃啊 是无缘无故啊 在农地里面 被另外一只牛 一只牛突然发疯 像鬼附身一样冲过来 那个牛啊 牛的脚头啊 那个脚啊 戳进去 你知道吗 冲到胃部戳进去 像以前她老公 打死那一只牛啊 附身啊 突然冲进来 撞到她 那个胃大量的出血 她说胃啊 一直痛 一直痛 有送去医院啊 可是胃都没有好 我说好 你放下啊 我帮你加持 手啊 按住她的胃啊 念念念念念念 吃重 她说那个半年来的痛苦啊 一下子突然好了 立刻见笑啊 立刻见笑啊 再来 我们亲戚说 师父 那她家 那两个儿子怎么办 那儿子都是当兵回来了 这都发疯了 我说 那没办法啊 那我 她说 她家 她家常常听到 有那个牛叫的声音啊 被她老公打死 那个声音啊 那时候 才杀咪而已哦 哦 我说 好 就帮助你吧 出生之赌不怕福啊 好 我就帮你治啊 我说 她说 那师父要准备什么 你给我准备 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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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只 鼻啊 毛鼻 我就开始啊 用这猪杀啊 写什么 写 毗如赈那佛 大灌顶光真言 还要写那个 啊 啊 啊字 写了好几张 好几张 我说 告诉你啊 她儿子啊 以前啊 请了很多的 道士来啊 道士的福祖 全部都被拆掉啊 还要打她妈妈 打她道士啊 我说 晚上我来 晚上我来 但是呢 我有个条件 你要把那个儿子引开 把那个儿子引开来啊 他说可以 他儿子有什么嗜好 他是儿子喜欢喝酒啊 儿子喜欢喝酒 我说你晚上用酒 把他引开来 引开来 我就去 我一进去 跨进那个门 那个灯了 你知道吗 一闪一闪一闪 那个灯了 前身呢 起鸡皮疙瘩 那个灯了又暗 我跟他讲说 一个 一个堂堂的佛堂 他们叫做 做肝灯 里面还有观世音菩萨 还有祖先的牌位 那一个佛堂 完全没有光线 只有一点点的烛光 我说难怪你家不会忘啊 佛堂 不必这么节省吗 是不是 去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皮鲁真阿福的 用朱砂鞋的 贴在门缝上 那时候哪有像你们这么好命 用印刷的三张作文 通通靠师父自己写的 边写边念 边写边念 贴上去三张 然后去火化 在念痴痴痴的真阿婆 六只大明寿 你知道吗 进去的时候 一撒那个牛的声音 一下子慢慢消失 慢慢消失 消失以后 我又很怕他儿子 突然冲回来打我 别人 有没有来呀 没有 没有了 后来就完成了 把它净化完了 净化完了 麻烦到了 麻烦得到了 那天睡在佛堂 佛堂那个庙宫 照顾庙的 睡着不省人事 半夜 知道吗 半夜牛来找我 这个意思就是 我那家家婆 这个牛来 有声音 脚步声 来声音就这样子 很明显 那凌晨一两点 一个人通通没有 旷野的地方 一个佛堂 一个人都没有 有这种声音 这声音 我还想说会不会是一种错觉 这会不会是一种错觉 就起来 就没有人 一个人也没有 又倒下去 躺下去 好大声 从那地板 地板 敲这边 后来要敲负面的地板 敲起来的 从地板敲上来的 我说 那时候因为才沙咪而已 道理不够 据说披袈裟可以避邪 半夜起来披袈裟 多丢人 没办法 被这种声音吓怕了 好 就半夜起来披这件袈裟 就是现在披袈裟 吵到实在是没有办法睡觉 我又怕 去看清楚 就是说是不是那个阿公在敲的 阿公睡到 就不是他敲的 就声音这么大 我一躺下去 哇 这个牛就现前了 影像 影像 好像诉说着他的委屈 他被狐狐的打死 那个恨没办法消 他要让他家破人亡 结果那一条牛死的时候 他的先生没多久 死掉了 老婆没多久被一头狂牛戳到 为大量出血 两个儿子发疯 打死一条牛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啊 啊我是不知情啊 啊我亲戚拜托 我就冲啊 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力啊 也有一点点冲过头了 结果呢 啊我就告诉这条牛 跟他讲 那谁就说法啦 我说哦 烟应该要结啊 不应该结 要化结不应该打结吧 是不是 那么你这样子 我知道你的苦处 我明天送任延众 早课晚课 我说我不知道你这条牛 叫做什么名字啊 啊 对不对 是黄牛 是黑牛 是水牛啊 啊 到底是什么牛 那我就 他家的主人 我知道啊 啊 我说我就他家 某某主人的牛 因为我 我没有看过你这条牛 是怎么样啊 啊 我说我明天 送任延众 开始做功德给你 你不要找他们 不要恨 知道吗 一讲完 我说你也好让我休息嘛 结果 躺下去 我家沙那晚都不敢脱起来哦 因为佛制的借力 南传家沙是可以披着睡觉哦 北传是不行的哦 我们披这种家沙有好处哦 我们这种家沙可以 碰到鬼上身 可以这样子披着 躺下来睡觉 不犯哦 南传家沙有这个好处哦 北传不可以哦 北传不可以哦 躺下来 睡着了 从此以后 他家都平静 后来 就看他儿子那三张 切的 毗露真阿佛大观顶上真言 通通 没有被撕掉 我告诉你 一夕之间变成红人 结果又介绍了很多人来 来我赶快落跑 他有效就麻烦了 就我介绍很多人啊 师父你当我加持啊 摸个顶啊 怎么样 我说不行 那不行 不能这样子 我告诉你 这个畜生到啊 脱胎这头牛啊 是不是啊 那如果没有师父献钱 他家会全部死光光啊 据说那两个儿子 慢慢慢慢 那个精神病又好起来 慢慢又好起来 后来我就没有气了 啊